全油管最快新闻 日本央行行长发声 不打算仓促加息 但经济确定性上升将调整宽松政策 日本央行行长直田河南在国会听证会上发声 表示不打算仓促加息 但如果经济的确定性上升将调整宽松政策的立场 直田河南强调日央行将密切监控市场的变化 特别是这些变化如何影响价格和整体经济前景 如果我们的经济和价格前景有望实现 我们将调整货币宽松政策的立场不会改变 8月中旬以来股市持续恢复 对美国经济的过度担忧已经得到修正 将带着极高的紧迫感关注市场 谨慎地传达日本央行的想法至关重要 将继续进行谨慎地沟通 本新闻突出了日本央行行长直田河南在国会听证会上的发声 强调了日央行对经济确定性的关注 以及调整宽松政策的立场 该新闻的重要性在于 它反映了日本央行对市场变化的密切监控 以及对经济前景的乐观预测 这一信息对于投资者和金融市场来说 具有重大意义 需要仔细分析和评估 订阅新闻及速递 最先知晓天下事